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早 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的話呢 哎呀可惡 我的手錶沒電喔 因為那個 我看一下我的是太陽能表 哎呀沒電了 真的沒電了 要重電了齁 那個今天的話是12月22號 禮拜四啊 今天的話是冬至啊 冬至天氣真的好好齁 那冬至的話呢 就是一年之中啊 這個黑夜最長 白天最短的時候 所以今天的話 這個太陽是比較晚出來的齁 那這個太陽的話呢 也會比較早下山 沒有關係 那個今天的話呢 就是如果說你們不知道吃什麼的話齁 除了湯圓之外的話 你們也可以來我們天地食堂 或者是EU發財用餐 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我們請了一位 大王婆 這個我們不太陽有名啦 他主要是 呃在講歷史的齁 那姓呂 那名字的話我就不說了齁 要低調要低調 那他會來我們的店用餐齁 幫我們做一個曝光 我們有提供給他一些資源 蠻多的齁 也不是一起來是很多 等一下喔 看一下沒有人 OK好 這邊沒有人 可以不能拍 好 那我現在打卡了 今天的話 他們會在南部那邊齁 所以各位朋友們 有空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說不定有機會遇到這個網紅 說不定我以後 我會比他更有名也不一定啊 好 來 來穿不脫鞋 謝謝 哎呀 好 早早 我們的 懷孕女神 敏山已經 上班了齁 哈囉 早早早 祝福她順產 好啦 我專心上班了 因為現在已經比較晚了 現在話已經快九點鐘了 各位朋友 祝福你們有個愉快的一天 拜拜 拜拜